欢迎来我们接下来谈血汗劳工 可是劳工不一定是人 可能是其他动物 那其中西班牙 如果你去过西班牙 我相信台湾很多朋友 有去过也喜欢那个地方 都会知道西班牙人超级爱吃的就是章鱼 被形容最像外星人的地球生物 而西班牙政府很有意思 他要砸22亿元来盖章鱼的养殖场 那每年人类对于章鱼的需求 居然高达500万吨 过去70年 野生章鱼的鱼货量增加了10倍 高达40万吨 西班牙海船公司还说 每年它能够把养殖100万只的章鱼 产3000万吨的章鱼供人类食用 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想 餐盘上它很好吃 可是纽约大学的学者雅凯就说 章鱼其实是独居性的生物很聪明 还会出现互相同类相识的情况之外 章鱼的脑有5亿个神经元 智商相当于一个3岁的小孩 很少数是动物里面 具有认知能力的动物 目前屠宰是直接把他的头给切除 是很不人道 因为他只要他的脚 那章鱼的各种分工 被说9个大脑很厉害 都互不相干涉 要是我有9个脑就好了 我也很希望 但章鱼跑到人的身上 还可以感受人类的温度 像宠物一样 会不会以后大家舍不得吃 不敢吃了呢 还有章鱼哥保罗 可以预测比赛 你看2018年的欧洲国家杯的比赛 除了章鱼 猴子的权益也被关注了 这叫做写汉猴 写汉猴公 我们来看的影片 是这个猴子被绑着链子 锁链扣的脖子 然后他没有摘好椰子 还会被殴打的画面 他就得爬... 带着链子 爬到树上去帮人类 摘椰子下来之后 我相信他也没有薪水 就是顶多换了一点 你看他表情很痛苦 他赶快又把他逼着 又再上去帮他摘 所以这个野奶制品 每年可以赚117亿元 却被迫关在小小的笼子里 锁上链子爬树摘椰子 随时就会面对主人给他鞭打 或钓猴子的颈簸 然后避免 因为猴子生气心情不好咬人 等等 所以现在善待动物组织 就在呼吁要抵制 像相关的椰子产品 所以像这样 不管章鱼还是猴子 都超乎我们消费者的想象 杨明 当然这个 如果先讲章鱼 章鱼他其实这个 在西班牙的抗疫活动 已经持续大概三个多月了 就是这些学者 善待动物的团体等等的 他们早就已经在警告 他们其实最主要就是说 他们觉得章鱼 因为他有感知能力 所以当今天你把他们变成 像养鸡 就是像那种所谓的养猪 就是这种养殖场的 那种模式去繁殖 而且一年就要一百万只 他会觉得说 很惊人 对 他会觉得说 他如果在这个环境里面 第一个 他的身心状况不好 那出来 那你只为了 而且你很明显是为了 人类食用而去养殖他 他们就会觉得很不人道 当然其实我觉得 全台湾 大概最认识的章鱼 就是章鱼哥 就是那个保罗 保罗跟西班牙有什么渊源 我告诉你 保罗那次2010年的四足赛 南非四足赛那次预言 就是因为那是德国 他是德国章鱼 他每一次预言就是德国队出赛的 可是到了这个八强赛的时候 他就是说要晋级四强的时候 德国对上西班牙 他预言西班牙会赢 然后预言中了 好厉害 后来西班牙最后去踢冠军 又预言中了 所以这时候你看西班牙 这时候还要去杀 那么多的章鱼 就觉得都不忍心 对不起他 多求 当然我觉得章鱼 这个在很多人 可能真的就觉得 他就是吃的 可是其实原来我们才知道 原来章鱼他还有一些智慧 那当然猴子的部分 我觉得跟我们人类更接近了 其实我是觉得泰国政府 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 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农业的乡镇 或者说偏乡 可能有这种比较传统的采收方法 那也就罢了 可是现在看起来 很多是人为的 他们是从小把这些小的猴子 训练来帮他采这些椰子 这个我觉得就有 可能就有所谓的 虐待动物的嫌疑 甚至变成是一个免费労工 好可怜 对 所以我觉得 尤其如果今天 还有什么虐待殴打等等的 这个在国际上 一定会有很多人看不下去 我想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当然泰国政府还可以说 你们拿我怎么办 但是如果今天国际上 越来越多人 关注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对你国家整体形象不好的话 对 这就是说 未来可能也会影响到 泰国的观光产品产业 都已经进入AI时代 应该有更聪明的方法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为了洗刷台湾人行 行人地狱的这样的恶民 我们的法规上路了 但是现在让行人跟驾驶 有时候处在一个很尴尬僵持的状态 比方说我们来看看 这个最新的画面好了 这个有行人 在斑马线上吃豆浆 厉害了 他就在斑马线站在上头 可是因为他手上吃东西很忙 所以他就慢慢慢慢的没有要走 但车子却不敢过了 为什么 因为会有罚钱的问题 建格如果三公尺以上没有达到的话 就会重罚6千块 7.3小时 当然讲习3小时这么严重 所以就很尴尬 大家就说以后是不是要在摄影机 也要藏在食物里面等等 不然会被检举 还有在7月3号也有发生一个案子 就是四位行人在路边闲聊 聊得很开心 问讲等了快要一分钟 就在那边聊 聊得很开心 后面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就怕被检举 然后没有过去旁边的人 就等着看笑话 可是这也是相关法会 要执行的时候产生很大的困难 是 我们服务署在6月30前后 接了很多民众的抱怨电话 就是对于这个交通执法的 这些不明白 还有在这个等行人 到底要怎么等 假设我这边右转 那行人在那边 那我可不可以走 我可不可以走 因为这可能距离 也差不多三公尺的距离 但是我这样转过去 行人这样过来 显然还有相当距离 也不会碰到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我们交通政治或相关政治 就是过于不急啊 当过来没拼你是行人地狱之后 我就把这个法力改到 毛起来改 在不在 如果你已经订阅没有关系 你周边的亲朋好友 帮我们拉拉票 请他们也订阅 而且要帮我们多多分享 谢谢 拜托 拜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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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